一个家庭最顶级的风水就是女人 在中国最有内涵的一个字是安 安字上面一个宝盖头寓意为家 下面是一个女字 这就告诉我们男人 家中有个女人 你的心里才会安宁 才会感到温暖 正所谓妻贤妇安 一个家庭是否幸福平安 后代能否成才 跟家中的女主人的行为处事 以及怎样对待自己的男人和孩子 有着至关重要的联系 女人心深端正 乐善好施 心地善良 会给这个家以及子孙后代 带来无尽的福德 避免家里出祸端 倘若家里的女主人心怀独念 行为不端 不孝其亲 淫乱背离 便会让这个家失去安宁 不仅危机自身 还会祸乱整个家族 所以古人认为 好女人会忘三代 坏女人会害三代 再有 如果女人打扮得干干净净 家里往往就会整整齐齐 如果女人穿得拉里拉他 家里往往也是乱七八糟 家里人的心情也会乱七八糟 女人小肚鸡肠 无事生非 家里就会鸡肥狗跳 永无宁日 女人通勤打理 家里必然财运旺盛 老又健康 女人是水 德行如水 厚德载物 才能承载家庭的发达 好女人 不是姿色好 而是心色好 妻子不是相貌 而是心貌 命有新转 相有新生 有德行的女子 年龄越大 越有福相 无德行的女子 年龄越大 越有丑相 如果说我们男人 是一个家的脊梁 那么女人 便是这个家的风水